大家好,我是超子 春天要多吃菠菜 今天用菠菜和木耳给大家分享一道 开胃小凉菜 不仅好吃,还特别有营养 首先,准备一小把木耳 放一小子白糖 加入50度左右的温水浸泡10分钟 放白糖,可以减少泡发木耳的时间 菠菜,我们要选用这种红根菠菜 不仅口感好,而且更加有营养 菠菜的根部没有必要去掉 吃起来很香甜 摘好以后,用清水清洗两遍 成体洗净 洗好的菠菜,放入盆中控水 放到案板上,用刀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放入盆中备用 再准备一点小料 三四粒大蒜,趁其不备 快晕夺碎 多好的蒜末,放入碗中 放入100粒白芝麻 再放入一小把干辣椒段 不吃辣的可以不放 起锅,放上去油 想把油烧热 油热以后,放入10粒花椒 爆出香味 花椒炸开以后 用米露捞出来 将热的花椒油 浇在辣椒 泽沫上面 刺出香味 稍微晾凉以后 放入两小勺生抽 一小勺香醋 半小勺蚝油 适量的毛毛盐 半小勺白糖 少许芝麻香油 用料汁 八块的搅拌均匀备用 这一碗料汁 无论拌炸都好吃 十分钟以后 木耳就泡发好了 放入少许淀粉 或者面粉 用我的左手抓拌 这样木耳会清洗得更干净 然后再用清水 清洗两遍 彻底洗净 起锅 做水 放入一小勺盐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 放入洗净的木耳焯水 继续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 煮一分钟 然后再放入准备好的菠菜 菠菜和木耳 都含有草酸 在适用之前 必须先焯下水 再次开锅以后 煮半分钟 捞出来 焯水的白菜和木耳 放入冷水中 稍微浸泡一下 这样可以保持住 它们爽脆的口感 和碧绿的颜色 浸凉以后 用我的双手 钻干水分 水分一定要钻干 要不然吃起来 水下拔汤 索然无味 处理好以后 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倒入刚才 挑好的料汁 用我的右手 充分抓拌均匀 就这样 一道简单开胃小凉菜 菠菜拌木耳 就做好了 还可以根据个人口味 里面放一些炸花生米 或者粉丝 也不错 喜欢这道菜 你也点赞收藏 有时间做一下吧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